中处這個要接到的中央官衛生局 是來挑戰中央外面的方法 實在和四十多項食品的安全 食品衛生不符合規定的部分 超過幾十、不合格比率2.5% 比今年8.5%是來降價七雙 衛生局說也不用全體共產品 造房和漂白這個過氧化親 檢測這個給民眾 這回來替食品的安全來把關 衛生局便會提供的製作 只要一地馬上就知道 原來會才是導管是不是有方法和漂白這個 除了違法添加以外 食品表示是不是完整 也是這回重點的欺負行動 特別是標示的部分 我們希望這個標示能夠 消費者能夠注意它的 整個外觀包裝是不是完整 然後標示是不是有這一個業者的資訊 包括它的電話住址 那有沒有這一個商品的資訊 包括營養標示 還有這一個我們最重要的這一個期限的標示 它有沒有過期等等 衛生局這次經過幾個時間的事件 民眾對食品衛生的意識各種 藥者也對自己評判要求更嚴格 對食品衛生來說是正面的進步 所以這回的欺負為幾率有明顯下降 我們會針對食材的來源的新鮮度 那還有從業人員的衛生的這個部分 列為重點的項目 那我們今年經過整個積查之後 其實我們有發現我們的這個不合格的比率 其實是有下降的 也就是表示我們業者在針對食品安全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逐年在改善跟進步當中 消防官強調 消費者有聯合消費問題 都可以加管護消費者 保護戰算 以及五共存亡 作為食品安全來罷關 大傳新聞新聞是梁昌華 蔡宏博德